大家為什麼一直很關心 那個聯準會上的升級力度 最主要是因為 它會影響到全球每個國家 他們的發展 尤其像聯合國的那個冒發會 他就是有做出一個報告 而且他希望聯準會 能夠放緩這個暴力升級的步伐 可是看起來 聯手會也不太可能聽 他還是會先顧自己 因為美國 其實葉倫財政部長出來講話 就是說 我們目前美國的升息 美元的強勢 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比例財政部長的財政部長 是因為有多次的財政部長 對比例財政部長的財政部長 他们其实美国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可能务实的民主 它还是以它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 虽然美元 美国升息跟美元的升值 有很大的外部效应 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外衣效应 第一个外衣效应就是说 第一个美元太强 全世界全都跑回美国 第一个会造成资本的外逃 各国这个新兴工业国家资本外逃 外逃以后会造成它股市会是 这个资金的一些短缺 第一个 第二个外衣效应就是 因为很多落后国家 或者是新兴开放国家 他们必须要发行的债券 都是要美元计价 比如说阿根廷巴西 如果用阿根廷巴西币来计价的债券 没有人要买 为什么 因为它通膨力太高了 所以必须要用美元计价 才会有说服力 你才会外资才会买 所以一旦美元计价的债务 那美元对阿根廷巴西币升值那么高 所以第二个外债的危机就很大 外债的危机就会造成 会不会多少它将来会 会不会default 就是说将来付不起钱 会不会有小型的金融报 这就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是 因为很多全世界的币值都对美元贬值 那币值对美元贬值 因为很多良价都是用美元来计价的 所以等于是我的东西买得更贵 我将来的通膨力就压力更大 更没有能力控制通膨 第三个国家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美元的升值是升息都有很大的外债效益 但美国当然目前对它来说它还在升息 它的这个第一的要件就是控制国内通膨 所以它会以自己的目标为优先的导向 然后其他国家那是可能是你家的死口 所以它不会说因为这样 但是美元的升值是升息都会有很大的外债效益 所以美元的外债效益已经造成世界很大的恐慌 甚至呢可产生金融危机 小型的金融危机 像各国的一个停滞膨胀 因为钱都跑掉了嘛 经济常会下来 会产生一些停滞膨胀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看它的报告当中有讲到说 如果联准会升一个百分点就是四码的话 就是发展中国家 它可能会连续三年掉大概百分之零点五 然后如果是在贫穷国家可能会掉到百分之零点八 所以那个幅度其实都很大 各况它现在是升了十五嘛 所以那个冲击更大 所以有哪一些国家 其实目前看起来它的危机是最大的 目前危机看起来 就是第一个 就是前面的斯里兰卡已经出了问题嘛 这个巴基斯坦 还有这个什么孟加拉 其实跟申请IMF的援助 这些比较新兴国家 然后比较这个经济情况 没有那么好的 第二个呢 当然我们常讲的这些过去的一些 常常这个新兴工业国家 像阿根廷 巴西 土耳其 南非 这些财务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常常会有一些问题的 第三个 这次连先进国家都出了问题 像欧洲的一些欧债危机 上市的几个国家 现在它的财务情况并没有大幅改善 这次又加入了英国 所以早期的意大利 希腊 葡萄牙 西班牙 其实他们的债务占 具体比重 在欧债危机 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这个时候加上因为通膨 通膨加上能源危机 所以让这些国家更出现问题 在总值观济域 例如英國的通膨率已經超過10% 像英國通膨率已經超過10% 今年的經濟市場也是很低 所以看起來就有一點停滯膨脹的問題 所以這些國家都會有一個小心 通常我們講說在金融危機 或金融比較患在災難的時候 通常接一些避險基金 像索罗斯人 就会选定一些比较脆弱的国家 像这次的英国 脆弱的银行集团 Banking Group像这个德意志银行 像过去的德意志银行 像这次的Creds Frees 就是那个瑞士信贷银行 所以他会找这些比较脆弱的地方 去做突破 如果可以突围 那会产生一些骨牌效应 就会产生一些 更严重的就是有些外部效应 产生一些小型 或是重大型的金融危机 就会有可能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明年全球停滞性通膜 几乎是确定的吗 然后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没有 就是说金融危机 现在就是说要找突破口 如果你国家没有控制很好 那比如说你家里就门没有关好 然后强盗就进来了 如果你门关好 你有保全设备就还好一点 就是说你国家的经济情况 你的GDP 你的通膨都控制得很好 那就比较没问题 但是现在不幸的是 像前阵阵的英国 然后像瑞士银行 像早期的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都会有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你就是你一定要先 人必自无后人无之 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东西 别人就没办法去破坏你 所以明年会不会停滞膨胀 就是要看各国啦 像美国明年很多人认为会有停滞膨胀 因为美国今年的第一季成长率是-1.6 第二季是-0.6 第三季拉回来2.6 那第四季可能也还不错 所以大概今年还有1%左右的成长 可是明年就很难说了 第二个是美国通膨会不会再控制 所以很多人认为美国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 这个大概有七八成的人认为美国明年下半年会陷入衰退 那英国也很可能会陷入停滞膨胀 特别是欧洲这些国家 这些新兴共和国家 不过台湾还算好 台湾大概他们不知道爱美国OECD有做估计 就是说全世界今年四分之三的GDP的经济体 比如说像美国中国大陆都会有一点下滑 那明年会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陷入衰退 就是变得负成长 The 2023 slowdown will be broad-based With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a third of the global economy Expected to contract this year or next The three largest econo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Euro area will continue to stall In shor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And for many people, 2023 will feel like a recession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停滞膨胀 看各国的情况不一样 不过多数国家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会有出问题 然后金融危机就要看你国家的情况 会不会有突破口 让人家来侵略你 那你就会才生一些问题 大家好,我是螃蟹主播银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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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有法宝要推荐给大家哟 好在哪里呢?这个 唱唱海黄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超威的 酱蛋白超级丰富的鲍鱼 还有大干贝 哇!大干贝耶!又Q又弹很大块的喔!不是小块的喔!大干贝喔! 它的蛋白质呢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精彩 没听错还没完 不止鲍鱼不止干贝 还有是什么?还有它是有顶级的石斑鱼 也整个给它浓缩在这一罐的精华里头喔!你看喔!打开来哇!香气扑鼻好吗? 在办公室很忙碌 想要呢吃个萝卜糕吃个青菜吃个面 诶!还有白饭没味道 没关系你就加这个海黄XO干贝酱一勺淋下去 哇!马上让你的料理瞬间变成像是五星级饭店的料理一样非常的澎湃 当然呢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告诉大家 很简单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了喔!好!希望大家爱用喔!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大概是八平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两到三平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雾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送水神一级两得 来呀!! 来呀! 让大家搞务,